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 周二继续就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是否应获得保释进行聆讯 相信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 好的 卡拉 首先让我们先来简要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聆讯的过程 那么在周一进行的保释聆讯当中 孟晚舟的律师向法庭提出 孟的丈夫刘晓宗可以为她做担保 但是法官和检察官质疑 孟晚舟的丈夫是否有资格作为担保人 根据彭莫社的报道 当庭法官质疑刘晓宗持有的是短期的访问签证 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居民 担保人的问题也成为孟晚舟能否获得保释的一个重点的问题 不过根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在周二的聆讯之中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表示 他们找到了另外四个人能够担任担保人 截至记者发稿时 聆讯已经终止 法官将于稍后做出裁决 美国之音也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程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法庭文件中提出 孟晚舟不应在引渡前获释 美国政府认为 孟晚舟家庭的财富和联系 能使其轻易地逃离加拿大 并且表示 孟晚舟在过去11年 已经从中国大陆和香港获得了7本护照 美国方面还补充说 美国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加拿大方面如果不能所谓的这种正确处理此事 将面临严重后果 陆康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完全取决于加拿大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被中国拘押 康明凯目前的雇主国际危机组织 这一组织的联络主管 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邀请时表示 国际危机组织目前暂不对此事做出评论 不过这一机构在一份声明之中说 该机构正在竭尽所能 获取有关康明凯行踪的更多信息 并且寻求使康明凯立即安全地获得释放 目前康明凯被拘押的确切原因尚不明确 路透社援引康明凯在领英上发布的信息表示 康明凯曾经在2003至2016年间 在北京和香港担任外交官等职 目前担任国际危机组织 东北亚问题的高级顾问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卡拉 我们带来的报道